今天很高興邀請到秀空間設計股份有限公司的總經理 曾秉章Andy來接受我們的專訪 Andy你好 你好 Andy你當初是什麼樣的起心動念 會讓你想要自己出來創業 自己出來創業嘛 其實就是自己本身原本是沒有這個規劃 後來是因為一些朋友的支持 還有一些配合的建商 然後請我們出來創業 後來是因為自己下面設計師接的案子也太少 因為就是接觸高端客群 我們以前只做豪宅客群 然後我覺得這樣子對他們提升的速度也太慢 所以我們才自己出來開公司 才有接一般的外面的業主這樣子 也讓底下設計師有多一些磨練 對啊 是的 那怎麼想要取名叫秀空間 秀空間嘛 當然因為我們空間設計就是要呈現 我們的公司就是希望說可以把每個業主所想的 完美的呈現在實際的空間裡面 所以才會成立一個叫做秀 把它取名做一個秀 秀就是展現 展現出每個業主的獨一無二的特色 那我們當然就是擔任一個輔佐的角色 讓可以讓業主的想像可以具現化 是這樣子 那你這樣子出來成立秀空間 開公司有沒有遇到什麼樣的困難跟挫折 其實就是實務經驗啊 剛開始出來 剛開始踏入這一行的時候 當然就是理想面比較多嘛 實際上因為你可能畫了圖 畫得很漂亮 可是實際你做不出來啊 師傅就跟你說 實際你這個亂畫的啊 做不出來 亂畫的 當然有時候你跟他想就是要這樣做 他就說就是做不出來啊 會有挫折 而且你跟他講 其實我們跟設計師溝通也是一樣 為什麼我們跟我們的設計師講 他聽得進去我們的建議 業主跟他講他聽不進去 原因是因為他認為你比他弱 你不夠強 對 那實務也是一樣 所以我們是因為這個挫折 所以我才踏入一腳踏入實務 所以你看我木工也會做啊 木工水電油漆系統櫃 我們自己都會做 土水土木我們都會做 這樣子我才可以確保我畫出來的圖 畫出來的圖就是做得出來 是 那Indy那你這樣子創業以來一路走來 有沒有發現讓你印象比較深刻的 還是比較有成就感 比較感動的部分 就是成就感當然就是 感動和成就感其實是同步的啦 所以我們維持我們 其實這一行很辛苦啦 我們走下去的東西就是當業主 在看到他的房子交到他手上的時候 跟我們畫的3D圖是一模一樣 他那種驚訝的感覺 其實就是我們最有成就感的時候 是 對是這樣 其實因為能把圖跟實際完美的呈現出來 其實是有一定的難度啦 當然說這是經驗累積啦 那因為其實業主他也不太相信啦 你跟他講了說可以跟土一模一樣 他說他也打個問號 他也打個問號 雖然說我們拿了很多東西給他看 我之前的作品給他看 他說畢竟這個是可以修圖的 他沒有現場看過 他現場看到他就他驚訝的表情 其實這也是我們的成就 對那動力也就是後續他就會跟他成為好朋友 他要幫我們介紹很多客戶 對啦 其實這就是我們一路走來這樣子 的心得 因為我知道說你們像設計場也常常會去比賽啊 那你們秀工間有沒有參加什麼的比賽 讓你覺得其實也還蠻有成就感的部分 設計比賽當然是有啦 因為我們家報的比賽我們有篩選 就是我們都是報國際型的大賽 大型的國際比賽 就是其實我們這一行其實有區分 拿幾個是很難得的講 包含你說房間最多人知道的 就是德國的紅點RF啊 或者是美國的IDA或MUSE啊 這都是最難得的前四大公認的比賽 那我們家都是只報這個比賽 當然就是最有成就的就是 因為我們這次報比賽 從去年到今年連續兩年 去年得IDA的設計大賽的獎項 那今年得到MUSE的上空的博金獎 那當然就是對我們最欣慰的啦 因為其實我們也很意外啦 因為通常我們報商展空間啊 參展的作品動輒都上千萬 甚至有些都上億了 商展空間你才有機會多拍 那因為我們就是報我們辦公室啊 辦公室是多拍 我是就有蠻有行為 因為辦公室是我親手做的 我親手帶著師傅啊 從木做油漆水墊氣磚 然後園藝整理 都是我親手做 那當然就是也是運氣好啦 當然可以拿到博金獎 因為其實MUSE它的博金獎 它是每個三檔空間 每個比賽它只取一個博金獎 甚至有時候是沒有博金獎 你要到每個評審在你這個作品 超過90分以上 那你才有你才能得博金獎 那其他的金牌獎啊銀牌獎 它沒有現金額 它沒有限定要錄取幾個 你的分數到了 它就會頒發給你一個金牌獎 可是你的博金就折一個 就也運氣好 今年就拿到博金獎 所以你的辦公室得到博金獎 所以就是也還蠻幸運的 那你們秀空間的經營理念 跟核心價值是什麼呢 我們的經營理念 當然就是可以永續經營 就是可以永續經營下去 核心理念 當然就是我們希望 我們創造出來的每一個的空間 它都是一個環保 然後無堵的空間 所以我們在選用材質上面 我們都是選用低甲醛的 然後甚至是零甲醛的 當然是可以零甲醛是最好 可是你一個空間要零甲醛 是幾乎不太可能的 因為你有動到木作 木作系統規 它都有甲醛成分存在的 所以是不太可能的 很低很低啊 那當然我們就是 能盡量把這個東西做到最好 所以我們都是用一級的產品 你木作它的F1級的 或是系統規做10級的 甚至有比10級更高的 對 那我們都會用到它 所以這是我們在做我們的 永續經營跟核心價值裡面 就是展現在這一塊 所以我們家都是做一級的 當然是對你的身體 越好越好越好 因為你都住在那裡 長期間你吸了那麼多的甲醛 它是會致癌的 而且現在連國外都很重視 我們參加比賽 它都要求你把你的材質證明 你都要提出證明 這樣它才會認烈 對 所以說我們也希望把這個觀念 帶給所有的消費者 就是不要太小便宜 有些很便宜的 它的含甲全量是很超標的 對啊 你看以最簡單的 國內它規定合格的系統規板材 它從一零幾的零點五到五點零 對啊 含甲全量 差十倍它都合格 對啊 那我們是用零點一六五的 對啊 差那麼多 一般市面上的家具它是五點零的 我們是零點一六五 就差了幾十倍了 當然對你健康來講 一定是有影響的 一定是有影響 對啊 所以我們就是希望可以 找找一些莊毛 以前被勾病的就是很多味道 很刺鼻 很多業主說為什麼你們家做完的東西都沒什麼味道 當然就是你的材質的選用 然後包含我們還有做一個出甲犬的動作 對 是這個樣子 那你們秀空間 它的服務跟一般外面的設計公司 你覺得不一樣的特色在哪裡 我們的服務就是我們家是 跟一般的設計公司不太一樣 我們家是多面向 很多人認為說我們的設計公司是空間 對 所以就只有做三展空間 其實沒有啦 我們家自立自建也有做 然後勞務翻新也有做 也有 然後你一般的 個人業主家裡的裝潢裝修 我們也有做 然後政府的公共工程的標案 我們也有結 包括你整體的空間的商業規劃 整個動線 我們全部都有做 所以我們接觸的蠻廣的 所以跟一般的設計公司 是比較不太一樣 所以基本上跟設計有關都可以找你們 對設計有關我們都有接 都有接 對 那在服務客人的方面呢 服務客人方面 對 服務客人方面就是我們家比較特別 我們家比較嚴格 所以有些業界都說我們是軍規 像軍中規格很嚴格 因為我們家有自己建立一套系統 所以你竟然是我們家的客戶 在我們家都有建黨 那建黨的話 就是我們所有的訪談的過程 我們接觸 從我們一開始接觸的會議記錄 我們都會做會議記錄 然後提案 還有我們的3D圖 施工圖 還有我們的一些價格 我們全部都很透透 就會放在我們的系統上面去 那我的業主 他就透過他的手機 連結我們的官網 我們的APP 他就可以進去看他現在 他現在的工程進度到哪裡 那因為我們的監工 我們就是有專門的監工 我們監工一個案長 至少會有兩個以上的去監工 我本人也一定會去 然後我們都會把詳細的紀錄 什麼時候 幾月幾號 什麼時候做些什麼工程 然後寫在上面 然後還有照片 這樣子你才會知道 我到底工程進度到哪裡 那接著 這個也跟驗收很有關係 對 因為為什麼 假設你這個杯子 我跟你說 我要做兩道工序 我就做兩道工序的紀錄給你 這樣子業主就說 確實花了兩道工序的錢 那麼呈現在這裡 不然我完成之後 你哪知道我做幾道工序 是 對啊 包含防水是一樣 防水 我跟你說我做三道 我沒有做三道防水的過程給你看 你怎麼知道我做三道 畢竟業主是付了三道的錢 對 所以說這個就會 我們做這個系統就會 彌補很多工程裡面的bug 因為他可能沒看到 或怎麼樣 業主他會質疑啊 我付兩萬 到底是不是做兩萬 因為他不知道 對 我做F1的材質 你是不是做F1的材質 你也不知道 所以我們的系統 就可以把這個 把它彌補過去 接著 那你後續啊 我們在驗收啊 售後服務保固啊 我們家是有保固的 保固一年到終身 你每一個品項 我們的工種不一樣 從一年到終身保固 我們家都有 那麼我們會幫你建檔 當我們驗收之後 我們就進入保固階段 那你隨時在我們家 你都有記錄 詳細的記錄 然後你可以在我們的系統上 要維修 就報修按下去 我們就會有專門去幫你做維修 是 對 所以我們很多業主 他在國外也是一樣啊 國外就是看著我們的系統 他就知道 現在做到哪裡了 哪裡有什麼問題啊 我們可以透過線上 meeting的方式啊 遠距離都不是問題 所以我們全省都有接啊 是的 那你們秀空間 未來有沒有一個 比較短期 還有中長期的規劃 短期的規劃就是把我們的 現有下面的很多設計師 把他往上走嘛 我們就是鼓勵他可以出去外面 然後接觸更多的客戶 服務更多的客戶 這樣子拓展視野 然後還有更多的客群 可以接受我們專業的服務 對 那中期的部分 中期的階段 我們就是想要把我們的拓點 把我們的 我們現在目前在台南嘛 那接著我們有 我們已經中長期規劃 已經都出來了 所以我們接著會在全省各縣市啊 都會有設立一個辦公室 對 這樣可以服務更多的客戶 因為其實遠距離客戶 都是透過螢幕蠻冰冷的 對 我個人是比較喜歡面對面 現場這樣子 比較溫度 所以當然就是 而且中北部的業主 他也不會說 那麼遠你會不會怎麼樣 消除他的疑慮 那長期規劃當然就是說 我們可以把所有的國際大獎都把它奪牌都拿回來 然後第二個就是可以讓我們的公司 可以到海外設立分公司啊 對我們進行最重的挑戰 因為每個風俗民情都不太一樣 因為美國英國跟亞洲設計風格都不一樣 甚至日本都是一樣 所以說我們當然就是對我們的挑戰 我們希望我們的設計可以讓很多人都可以接受 這樣子也是對我們一個肯定 所以我們的規劃長期就是這樣子 就是把那個秀空間走出那個國際 是啊 當然是希望 也是要大家的支持 好 那最後想請Andy 如果說今天有年輕人啊 他對設計行業 這個產業有興趣有熱誠想要投入 那你會給他什麼樣的建議呢 建議當然就是技術端他一定要掌握在自己的手上 所謂的技術端就是設計的方面他自己一定要很強 第二個實務經驗他也一定要會 不然的話他跟現場的工班就會有落差 就會造成圖畫的跟現場實際是會有落差 那在業主的感受度就會不好 對 可是很多業主認為他是可以接受 可是在我們專業的角度來看 這是不能接受的 你如果落差低於90% 這就是一個不合格的產品 就代表因為你不夠專業嘛 那你技術端沒有掌握在自己手上 你要怎麼去服務那麼多的客戶 是沒有辦法的 接著那你一定要有一點的資金量 不然的話你可能也撐不住那麼龐大的工程款 那最後就是他的EQ一定要夠高 業主會把他情緒轉嫁在你身上 隨時on call 你一定要消化 不然你看我對這麼多業主 然後我如果沒有辦法消化 我下面的設計師不就被我罵翻了嗎 那這樣整個的工作氛圍就不好 就不好 因為我們當然就是一定要EQ一定要夠 不然很辛苦 應該說不管創造團的行業 那個企業主都要有很強大的心態 對啦 因為真的是很累啦 開公司真的是很辛苦 是是是是 但是辛苦就是會有值得啦 就像你講的剛剛那些回饋啊 對 就會讓你覺得很有成就感 支持你往下走 對就是這些成就感 包括業主的他喜歡嘛 他的情緒也會轉嫁到你身上嘛 包括我們在國際上斗牌嘛 然後也是對我們的肯定 是這樣子啦 是支持我們走下去的動力 對 是沒錯 今天很高興邀請到 秀空間設計股份有限公司的總經理 曾秉張Andy來接受我們的專訪 謝謝Andy來分享 謝謝 謝謝 謝謝